政府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宣布 到过高风险国家或地区的旅客 必须在指定设施旅行21天的居家通知 与染疫者有接触的人士 也需旅行14天的居家通知 不少酒店被征用为隔离设施或居家通知设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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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会出卖我身体的 你要不要找到镜子 你以为你想卖就有人要买 看你的脸应该不会想到你会做那种事吧 还说你没有看中我 我是看中你做我的跑腿 你这么容易就答应当钱哥的跑腿啊 钱哥说会用我每个月收回来的钱 来扣掉我要还他的利息 有多还会扣掉我借的本金 这样扣一下很快就可以还完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答应他做的 可是当大龙的跑腿是犯法的 我也知道 谁叫我一时冲动跟阿龙借钱 其实 Eric那份分享的钱 你可以慢慢还的吗 我不会欠他的 真是的 你的面子比你的命重要啊 你现在讲这些没有用了 我只是想把债还清了 就不用做钱哥的跑腿 老板 你这样穿着不热吗 热了 我有办法吗 老板 我其实觉得你重担任的很好 一边追债 一边做食物送 你真的很勤劳 你想太多了 不是吗 现在喜闭了 我上门讨债 那些人动不动就说要报警 我现在穿上这个衣服 就好像拿到了免费 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老板 你很聪明 这样都给你想到 这个要谢谢你 我 这个想法是你给我 你忘了 等一下 保持安全 你偶尔拿一两单 如果有人问的话 你说我是送餐的 你真的是我的 主持人王 我每次遇到你 你都会给我主持人 下次我们一起吃东西的时候 没问题 我请客 好 时间到了 我先走 等一下 抱歉 抱歉 你教我怎么接单 你不会吗 我又不是真的送餐员 我没有真的接单过 这么容易 我来教你 你先要预计一个秩序 还要预计吗 不可以马上去送吗 因为公司要避免很多人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阶段送餐 所以他们想控制每个秩序的人数 五到八 行吗 随便 好 然后你要选你的地区 我们通常都会选我们家附近的地方 我没有这么夸张 现在每天这么多案子 如果不是要赚钱养家 我会留在家里 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干 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我也会保护自己 只是没有像你这么弃圈 而走输 没办法 家里有老人小孩 要注意一点 每天接触这么多人 要是把病讯带回家 就惨了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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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等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号码 签订是不是你的 对了 没关系 第一天 以后多注意一点 谢谢爸爸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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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风了 这样 不只很长时间 就吃不到老板煮的面 不如你试试看我煮的面吧 坦白跟你讲 你煮的面 没有老板煮的好吃 差很多吗 面煮得太烂 味道也不够 辣椒 也好像跟以前的不一样 反正就是不好吃 不好意思 我会努力煮到像我爸一样的水准 加油 我下次再来打工 好 John 要煮得跟老德一样好 哪有这么容易 爸煮了那么多年 我们才刚刚开始 停会一点时间 早知道 就跟老德学煮面 他每次要教我 我就是不肯学 到现在也只会抱云吞 妈 别太担心 会更好的 邓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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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口罩戴好 不要遮住鼻子的 天气有点热 我拖出来 口口气 带紧一点 安全一点 两包文吞面 加叉烧 慢慢来 好 来 你坐 坐着等 好 谢谢 郑嫂 政府有说过老人家 最好是进来留家里不要出门 你有什么东西的话去叫儿子买 我儿子早就不跟我们住了 太麻烦了 还是我自己出来买比较容易 你买完东西之后就回家 不要随便乱走 你年纪大了 如果真的中冠病的话 情况会比较严重的 你小心一点 在家里闷着 更加容易生病 就好像我老公这样 邓嫂 如果邓叔生病了 就要去看医生 再看怎么样吧 这里的中药店有开吗 好像没有开 你要买东西 我想买罗汉果 菊花 还有红竹叶去煮凉茶 我老公说她有点发热 这些我家里还有 要不要拿些过去给你 我看不行 政府说过不可以随便去人家的家 对不起 那看怎么样吧 可能我就叫我儿子买过来好了 谢谢你 我走了 手套丢掉 我刚才换新了 你刚才没有听邓嫂说吗 邓叔生病了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手套跟口罩现在是比较贵 也比较难买 但是安全比较重要 我都知道了 妈 那我等一下把家里那些东西 拿给邓嫂吧 会不会很危险 不会 我就放在他们的家门口就好了 可是女儿 我看新闻 有些人在路上晕倒 都没有人上去帮忙 因为大家都怕中疫苗 别人不帮忙 就代表我们也不帮忙了吗 说的也是 大家都是几十年的邻居了 那好吧 你要小心一点 现在没什么顾客 我现在就过去吧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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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是世敬的爸爸 他有中风 我怎么开口 林俊聪 你为什么会找我家 你找谁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这是你家 是不是搞错了 我是来送餐的 这里是0907 Block 462 对吧 这里是463 463 463 那我应该是搞错了 原来这里是你家 原来这里是你家 以前我们拍拖的时候 都没有机会上来过 到了 我送你上去吧 不用 顺便就可以了 每次送你回来你都这么说 干吗 怕你爸妈看到我 不是 我世界没有跟他们说 我担心他们会有心理准备 其实我也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怕你爸妈看到我 非问我结婚的事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父母会这样问也很正常 我知道 但我们只拍拖半年 现在谈结婚会不会太快 我有些朋友拍拖不到半年就结婚了 会快吗 我肯定不会做那么傻的事 你觉得跟我结婚是傻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 没有做好结婚的打算 生气了吗 生气了吗 没有 那短期内 我就不安排你跟我父母见面了 那你家里呢 你放心 我不会安排你跟他们见面的 我不是告诉过你冰箱坏了吗 我们卸换你一个 结果你把钱都输光了 没了冰箱 买回来的肉怎么办 若坏了就包不了云吞了 我已经够烦了 回来还要听你唠叨 你可不可以让我安静一下 你想安静是吗 那我们离婚 离了婚之后你就可以一个人生活 你想多安静就有得多安静 离婚离婚 每次讲到赌博你就说要离婚 我去赌博还不是为了你们 为了让你们过更好的日子 不要再拿我们当借口了 明明是你自己烂赌 不要总是说为了我们好 在你的眼里 我什么都是错的 对 就是你的错 你是个失败的老公 失败的爸爸 我真的是很后悔 嫁给这么个失败的男人 你 你们两个整天这样吵 不累吗 你不是说你要送餐的吗 对 迟到了会被恐惧的 先走了 再见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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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就晚等了 伯母 伯母 你没事吧 我头晕晕的 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 不用 我回家休息就好了 伯母 谢谢你 伯母 你住附近吗 我送你回去吧 我就住在个壁住 谢谢你 来 小事 来 小心 来 扶住这个吧 来 扶着 小心 老头 老头 我买了馄饨面给你吃 这位年轻人很老心 看见我晕晕的就送我回来 一起来吃馄饨面吧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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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是 他不舒服 吃了药睡着了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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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发酵了 好像呼启了 我看我们还是先打电话叫救助车好不好 不要 万一她进了医院 我就不能陪在她身边 万一她有什么三残粮管 我也没有办法见她最后一面 邓嫂 林俊聪 不要进来 算了 快点打电话叫救助车 快点 发生什么事 不要叫救护车 就算要死 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姥姥帮安哥去医院 他就会 他看不到他 这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不想他走的时候 孤孤零零的一个人 邓嫂 邓叔现在生病了 你就应该送他去医院 让他接受治疗 等他身体好了 你们两个就可以继续在一起了 对 现在剧人最重要 老头 你怎么样 老头 你不要吓我 老头 你不要吓我 继续在你身边和脚你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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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3 早上 你现在在哪里 你有没有中 我刚刚做完PCR 没有那么快知道 要是中的话 怎么办 是要去医院吗 还是要去隔离中心 要看病情严不严重 严重的话就要去医院 你放心 我还那么年轻 身体还有免疫力还很强 是 我看新闻说这个病很有毒 对老人家不好 对年轻人还可以 可是我觉得都有危险了 要是真的中的话 那就欠注定 去 什么欠注定 老天保佑最好是没中 老天要保佑 要保佑的人也是你吧 你都说了这个病毒对老人更危险 你还每天一直去开档 阿嬷 我去隔离的时候 你不要让我担心你好不好 你担心你自己吧 你最好每天打 干脆我每天打给你吧 不会有事 不要那么紧张 就这么决定了 记得 没有事 不要乱出门 啰嗦 知道了 再见 阿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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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俊聪 你到酒店房间了吗 房间几号 5162 你呢 那么巧 我在5161就在你隔壁 刚刚是不是你在咳嗽 我 思婷 思婷 发生什么事 我不小心撞到脚了 没事就好 你小心一点 你干吗一直咳嗽 我喉咙有点痒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搜索东西了 喂 你好 我这里是5161 可以麻烦你们帮我送一些东西到5162吗 我知道你怕苦 吃了药吃颗鸡 就不苦了 还有 记得把脚的浴血推散 喂 阿嬷 阿嬷 你偷人送来的衣服还有日用品我收到了 谢谢你 够不够 够了 不够不够了 接下来十几天都待在酒店里 不可以出门 不错衣服也无所谓 你从对面酒店的人看到 头顺 你是暴露狂 对面 对面 很远 他们怎么可能看得到 对了 阿嬷 我刚刚收到卫生部的通知 我昨天做的检测是 不错衣服 什么地 就是没有中 太好了 替你庆祖 待会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 阿嬷 你不要跟我说你要来酒店找我 我炖了鸡汤拿去给你 拜托 阿嬷 不要到处乱跑 我是去开档 顺便拿鸡汤给你 真是好心没有好报 我是担心你 担心你做Covid 那么容易中吗 我看中多多比中Covid容易 算了 每次都讲不过你了 记得 出门的时候 要做好防护措施 知道吗 知道了 挂杀了 挂杀 都还没有讲完 你们有抓到妖怪吗 没有 我昨天听朋友说 这里的妖怪很把握的 要是我们抓到的话 跟别的妖怪打架肯定会赢的 明明看到就抓不到 你们怎么跑出来 政府说不可以出来 也不可以聚会 你们还在这里抓什么妖怪 关你什么事 就是了 不要做事 你们的口罩也没有戴好 很危险的 就算我们口罩没有戴好 也不会影响到你 就是了 我们又没有病毒 不会传染给别人的 话不是这么说 把口罩戴好 如果别人有冠病 你们也不会那么容易被感染 还有 没戴口罩 会被政府罚款的 哈啰 你是不是要去提报我们 我 没有 就算我们被罚款也是我们的事 你看 你们不怕 也要为别人着想吗 你们需要帮忙吗 劝他们把口罩戴好 他们都不听 王干弟 你们没有戴口罩 已经违法规定了 现在还聚会 那就是错创交错了 如果给安全局长看到 肯定会被罚款的 又哪儿安全距离大事来下我们 我们才不怕 好像真的安全距离大事来了 这种人迟早害人害己 是 阿姨 现在非常时期 没有紧急的事 千万不要出门 我要去开档 顺便把这个东西拿给我孙子 我的孙子和你一样也是送餐员 再见 小心点 再见 好的 再见 好 再见 有没有搞错 急点 帅帅 知道了 你的命令 吴经理 是你啊 每天这样 会不会不习惯 以前是商业管理 现在做送送 你会不会觉得很没有面子 现在Covid很多人都失业 我有工作做已经很开心了 你那时是我们公司的第一把交易 总裁整天都说 没有你卖不出的东西 只有你不想卖的东西 我们这些比你早进公司的商业 看着你步步高升 一下子就升做商业管理 不过 看你现在也不怎么样 恭喜吴经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终于升职做经理了 今天公司的商业 能超越目标的话 也是谢谢大家的努力 我能升职 也要谢谢大家 你功劳最大 一百万的商业 你自己一根本就升了七十万 有些人把最好 最大的客户留给自己 商业当然容易升项目 我们就是剩下的小一小下 志祥 话不能这么说 韦中可以不用跟我们分享他的顾客名单 可是他还是介绍顾客给我们 让我们有的赚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度量的 你们现在是在拍经理的马屁吗 人真是现实 是 你的命令 这么急 多了几句呢 你是不是因为还不起房贷 所以才做送费 当初还跟门炫耀 你买了公寓 看来是不自量力 不自量的事情 不是分不自量的 就是我们刚才做送费 没有再吃饭 看来是没做生意的 可能是不自量的 那也不是没做生意的 咱们是哪里 我们今晚有什么一些 去做生意的 公司的生意严重地受到影响 公司也是没有办法 才决定要裁员的 很不幸的 你是其中一个 好 亮亮 亮亮在哪里 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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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亮 现在是CV 不能出来玩 你知道吗 我知道CV是什么 就是因为CV 我才不跟欣言这样 那你知道 你就 那你知道CV是什么吗 吴佳亮 你给我出来 吴先生 你来得正好 快把佳亮带回家吧 爸爸 我不要回家 我要在这里游泳 吴先生 他这样会连累到我被管理 被骂 也会害到你被罚款的 不然你不要麻烦这事 不好意思 不要再有蝦翅了 还有蝦翅 我还要下马游泳 吴先生 你一定要好好看着他 好 我会 谢谢你 谢谢 吴佳亮 我 你不是说你知道什么是CV吗 那CV到底是什么 CV就是不要让病毒传来传去 对 那你还跑出来干什么 你不怕有病毒吗 在家真的是很无聊 跟我玩 在家里的白板上的事情 你做了几样 一样都没有 对不对 你现在马上给我出来 给我回家 回到家里 我要扣你三个星星 我 我也回家 我也不要 你扣三个星星 你不上来的话 就五个星星了 阿哥 来来 你不快点的话 六个星星 你需要跟我玩 你还要去玩 扣你七个星星 好 很好喝 我突然觉得整个人变强壮了 免疫力也变得很好 夸张了 我一定会全部喝光光的 你对我的爱 我一滴都不会浪费 不用骂你 阿嬷 这个鸡汤你有喝吗 当然有 我要保持健康的身体 才能天天去开档吗 你很爱钱 跟你一样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冲凉了 好 明天再聊 再见 你很爱 找我干吗 你为什么不接我视频召集 我 我刚才在厕所 不要骗了 你肯定是没洗头没洗脸 所以没脸见人 对不对 我就不相信你有洗头 有洗脸 有脸见人 你的喉咙还痒吗 你干吗突然对我那么好 我有点不习惯 以前怕多的时候 我对你不好吗 你也是对我不错 不过 感觉像是跟着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好像做了A 就要做B 跟着就是C D E F G C D E F G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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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谢谢 打开来看看你喜欢 你不觉得这两条项链很像吗 像 我家里还有一条 也是新型的 也是你送的 证明我眼光一只 是 我也跟你说过 我的生日 我不想吃西餐 我想吃日本餐 你也不记得了 不好意思 我最近比较忙 所以很多事都忘了 真的有心的话 是不会不记得的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吗 生日那天一起吃一餐 我出国前也一起吃一餐 回国后也一起吃一餐 感觉 很像跟着一个 一个佛母了 那时候我们很少沟通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能够很分手 猜猜我午餐吃了什么 还能吃什么 不就是我都要给的了 错 我阿嬷煮的鸡汤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本来是想让你炒一炒的 可是应该不行 从拍拖到分手 我都没有见过你大妈 我也没见过你爸妈 以前我们之间实在有太多问题了 以前不开心的事就不要提了 我们来玩游戏吧 什么游戏 比一比 猜一猜 这样不需要视频召唤 当然 五分钟 各自去整理一下 好 好 哈啰 哈啰 思婷 好 准备开始了 一个 林俊聪 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送餐员 对了 好 乌鸣 不对 容易 嗯吞面 对了 对了 好 多一个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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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 因为跑出去爸爸会担心 还有 有可能是爬高爬低 是很危险的 要做功课 HBL要专心 这些事情都做得到吗 做得到 那就给你五颗星星 太好了 去吃早餐 好 那爸爸今天的移动是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十一点半就会回来给你买午餐 午餐你要吃什么 鱼烟面 好 爸爸你们鱼烟面给你吃 等一下 吃完早餐 要记得去HBL 好吗 乖乖上课 给我把鱼烟尖来 鱼烫 咪 把鱼烟尖去 放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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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lik 倒在水中 放在水中 智庭 智庭 你好 有人在吗 你好 喂 你在监视我啊 一回来就被你发现 我又不是私家侦探 有什么好检视的 你做PCR了 你呢 我早上就做好了 如果没事的话 明天就可以出去 过去这十多天 我们一点症状都没有 应该是不错吧 我也希望是 对了 邓叔邓嫂怎么样了 今天早上我妈跟我说 邓嫂的情况比较轻微 可是邓叔还在医院 这个病毒真的很可怕 没有特效药 没有疫苗 每天有那么多案子 感觉真的很像世界末日 如果今天是世界末日 你的人生有没有遗憾 当然有 而且还蛮多的 难道你没有 我不知道 到底什么才算遗憾 我还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为什么要当空姐 你想到处留 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为什么 我爸好赌 我妈经常跟他吵架 我觉得烦 当空姐就可以到处飞 不用待在家里 不用面对他们 可是我爸中风的时候 我刚好在意大利 如果他那个时候就走了 我应该会遗憾一辈子 幸好你爸吉人天相 是 是啊 Jaren还在 很多事都还来得及 一切都还来得及 子 eler 客人 到底是要怎么装的 这个可以做吗 你爸 太好了 哇 那幼围 我们是答案比较 那纹多分 干吗 还送我生日蛋糕 那天聊到跟你庆祝生日的那一次 本来是一个开心的一天 却让你生气了 所以想说买一个蛋糕补偿你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哎 可恨的电梯怎么突然又坏 可恶的门牌不切手挤不开 倘若洒出来 定单若伤了期待 只好和无形说拜拜 可爱的微笑 谢谢暖入心怀 偶尔的冷眼相待 得学会释怀 变化虽无奈 拥抱心常态 送第一份一份的爱 说好的阳光怎么突然阴霾 路上和风雨谈判失败 谁来理睬 拼了名才呀又猜 生怕太慢辜负了依赖 辜负了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